9月1日是开学日,央视一套推出了开学第一课节目,请到了诸多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演艺名人,为开学的同学们进行了一次颇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洗礼。 开讲的课堂上,吴京结合自己的体会和经历,给同学们带来了课题是《我心中的英雄》。 吴京讲到真正的英雄不是想如何去战胜别人,而是用这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,保护身边的人。 真正的英雄还需要由内而外的强大,吴京从小练武,浑身上下受过很多的伤,最严重的一次甚至差点夺去了生命,但正是这一次的挫折之后的继续拼搏,让他变得更加坚强。 吴京的儿子无所谓马上三岁,虽然还很小,但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提出了很多未来的期许,他希望他能做一个有担当有骨气,不服输真正的英雄,这也是对现场同学们的期望。 此前,信男曾通过微博晒吴京和儿子玩耍照片,并幸福地写道,爸爸回来了。 照片中,吴京小心仔细地为儿子无所谓,擦拭头上的水珠,无所谓小朋友一脸开心的样子,露出幸福的笑容。 随后吴京将儿子抱起,画面非常的温馨有爱,令人羡慕。 网友看后也纷纷围观留言道,终于有空陪老婆孩子了,一家人在一起,好幸福。